宫女的前世今生,宫女进宫也要静身,她们是怎么被处理的?在古代封建社会的皇宫被蒙上了一层神秘且封闭的面纱,为了确保皇家的血统纯净无物以及维护后宫的秩序,进入深宫的宫女们需要经历一种叫做静身的仪式,这个仪式不仅是身体上的折磨,更是对她们心里造成了极大的创伤。 那么,这个静身仪式具体是怎么进行的呢?简单来说,这个过程涉及到对女性身体的特殊处理,以象征性地净化她们,是其符合皇宫的严格标准。 然而,这个过程充满了痛苦和折磨,给宫女们带来了极大的身心伤害,在古代的皇宫里,这种仪式是秘密进行的,显为人知,点个订阅不迷路,带你了解更多内幕。 在古代,皇室非常注重血脉的纯净与后宫的秩序,因此,所有进入皇宫的宫女都必须经历一次极其严格的净身之过程,这一过程对她们的肉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,也深深地摧残了她们的心灵。 通过这个仪式,皇宫试图维护皇室血统的纯正和后宫的秩序,在古代的某些朝代,皇宫中宫女们进行净身的方法是服用特殊的毒药。 这些药物含有强烈的毒性成分,对女性的生殖系统有极大的损害。 在明朝时期,有一个被称为净身房的特定场所,那些进入这里的宫女会被要求服用某些药物,比如金疮药。 服用这些药物后,她们的阴道可能会发生溃烂,子宫也可能萎缩,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有过记载。 这种行为给宫女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痛苦。 据历史记载,服用药物后的宫女们非常痛苦地呼喊,身体上出现疮庸,甚至有浓血满身,即便能够活下来,她们也将永远失去生育能力。 再也无法拥有自己的后代,这样的结果让人深感痛心。 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,宫女们的净身过程采用了更为直接且残酷的手术方式。 那些负责的嬷嬷们会使用非常锋利的刀片,直接割除宫女的子宫、卵巢等重要生殖器官。 这种行为对宫女造成了严重的身体伤害,无可否认,据历史记载。 在唐朝时期,存在一个名为净身司的机构,专门为宫女进行净身手术。 在手术前,宫女需服用一种叫做麻沸散的药物来麻痹神经,随后使用铁钩残忍地破坏了她们的生殖器官。 这种做法极为残酷,导致许多宫女因伤口感染而失去了生命。 这种残忍的手术对宫女来说是巨大的折磨,除了用药和手术等治疗方式, 古代还存在着一些其他残酷的净身手段,比如,她们会使用非常重的物品重击宫女的腹部,这样会让子宫脱落,导致严重的身体损伤。 此外,她们还会在宫女的腹部系上绳索,以此来切断生殖器官的血液供应。 这种做法也十分残忍和不人道,这些非人道的做法都是古代社会中残酷刑罚的一部分。 这些措施给宫女带来了巨大的身心创伤,她们不仅要经历身体的剧痛,还常常感到被视为商品般的侮辱。 有些宫女在净身过程中由于伤势严重,不幸离世,这些行为对她们的伤害非常严重,无法忽视。 从整体上看,无论采用何种手段,宫女净身都是一种极度残忍和缺乏人道关怀的流程。 这一过程不仅剥夺了她们作为女性最基本、最重要的生育权利,更是对她们作为个体尊严的践踏。 这种做法在现代社会已经被文明所彻底抛弃,不再被容忍。 这种对宫女尊严的蔑视和残忍对待是我们无法接受的,无论历史如何,我们都应该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和不尊重人权的行为。 在古代的封建时代,皇宫里的女仆如果怀孕,会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,这不仅仅关乎她们个人的安全和健康,还涉及到整个皇家的尊严和后宫的规则。 因此,她们的处境是相当严峻的,尽管历史上有极个别的宫女生下皇子后得到皇室眷顾的记载,但这种情况非常稀少,几乎可以说是罕见。 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原本是赵国皇宫里的一位普通宫女,后来她被封为妃嫔, 并且成功生下了嬴政。嬴政当上皇帝后,赵姬因此被尊封为太后,并且在一段时间内,她还与吕不韦共同参与国家政务。 这就是历史上赵姬的一些生平经历,在以汉武帝时代的甘严兽为例。 她原本是宫中一名女士,后来因得到武帝的宠爱。 竟生下了太子刘炬,当武帝去世后,甘严兽被短暂的尊为太后掌握了大权。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,历史的进程往往出人意料, 一位普通女子竟然能走到这样的高位,这些宫女之所以得到特别优待和荣誉, 背后的原因是,她们的儿子后来继承了皇位, 这也使得她们母子一同荣耀显赫,非常不寻常。 不过,在古代时期,很多宫女即使怀孕也难逃不幸的命运, 相较之下,她们的幸运是相当罕见的, 对于大多数怀孕的宫中女子而言,她们的遭遇往往十分悲惨。 一旦被发现怀孕,她们的命运通常十分艰难, 可能会被迫进行堕胎手术,甚至会面临急刑的处罚。 在历史上的某些朝代,一旦宫女被发现怀孕, 她们会被迅速隔离,并被强迫使用某些药物以促使流产。 这样的处理方式,不仅给她们的身体带来极大的损伤, 更严重的,这是对她们生命尊严的践踏,这令我们深思。 人道对待每个生命的重要性,不容忽视, 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,宫中怀孕的宫女遭遇了不幸的命运, 她们甚至会面临被直接处决的风险, 比如在明朝,有一个名为沙英寺的机构专门负责处理怀孕宫女的问题, 这些宫女可能会被残忍地掐死,或者用绳索勒死, 一旦孩子出生就会立即遭到扼杀,没有任何生存的机会, 而在其他朝代也存在着类似的悲惨情况。 在古代,很多宫女的出身都是来自贫困的家庭, 她们的父母为了家庭生计, 只能选择将女儿迈到皇宫里去谋求生路。 有些宫女是因被劫掠而成为俘虏的, 而另一些则遭遇了不幸的命运, 被迈至宫中,不论遭遇何种情况, 她们都无法摆脱被迫进入皇宫的命运, 宫女们的出身背景非常多样,涵盖了各个地域, 她们中有的是来自中原的, 有的则是来自边远地区, 尤其是在明朝时期, 宫里还接收了许多从东南亚和日本被掳来的外族女子, 这些女子被带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, 因为语言不通,文化背景大相径庭, 她们内心肯定充满了不安和恐惧, 她们在新的环境中感到无助和迷茫。 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, 虽然那些在宫中服务的宫女地位较低, 但她们经常具备非常出色的外貌和才能, 为了找到合适的人选, 皇宫有专门的选拔组织, 她们会在全国各地物色相貌绝佳, 身形匀称的女子进入宫中, 有的宫女甚至还拥有一门特殊的技艺, 如舞蹈,演奏音乐,书写书画等, 这样她们就能为皇室提供更好的服务。 总的来说, 宫女们虽然出身卑微, 但她们的相貌和才艺都十分出众, 对于许多宫女而言, 她们并非自愿入宫, 而是被家人背叛或遭遇掠夺所迫。 她们之所以被迈进宫中, 主要是因生活贫困所迫, 在那个物资稀缺的时代, 许多家庭为了生存, 无奈将女儿卖给有权有势的人家或皇宫, 以求生存之计, 这种现象在当时的贫困家庭中屡见不鲜, 宫女们的遭遇往往让人深感同情和悲叹, 部分宫女遭遇了不幸被战争中抓来的掳掠者俘虏, 在动荡时期,通过抢夺妇女儿童来满足战争需要是一种常见的做法, 这些可悲的女子被迫舍弃了她们的家园, 成为了别人的奴隶, 她们的命运充满坎坷和磨难。 部分宫女选择入宫是出于对家族荣誉的真实, 她们被视为荣耀的使者, 因为能进入皇宫为皇室服务, 在当时是极其尊贵的, 许多显赫家族会选择将女儿献给皇室, 以此期望得到皇上的恩典, 进而提升家族的地位, 对于她们而言, 这是一种提升家族荣耀的途径在进入皇宫之后, 会有不同的职务分配给宫女们, 这些宫女们的地位有所不同, 有的高有的低, 其中最高地位的宫女是专门侍奉皇帝和皇后的, 她们被亲切地称作常在, 接着是服务于其他皇室成员的宫女, 她们被称为庞在, 而那些负责一些杂物的宫女, 则是处于最底层, 她们的称呼是赔强, 无论身份如何, 宫中女子的生活都充满艰辛, 她们每日需承担沉重的工作, 如清洗衣物, 烹饪食物, 以及整理住所, 她们的生活条件十分简陋, 食物, 衣物和住所都显得拮据, 同时, 她们必须严格遵守宫中规矩, 任何小违规都会遭受严厉的惩罚, 这样的日子, 无论地位如何, 对她们来说都是十分艰难的, 宫女们的生活空间有限, 被严格限制在深宫之内, 她们与外界隔绝, 无法与外界的亲人朋友交流, 内心深感孤独和思乡, 虽然有些宫女偶尔有机会出宫办事, 但大多数宫女从入宫到老去都未曾离开皇宫的围墙, 她们的生活充满了寂寞和无奈, 从总体上看, 宫女们的生活十分困苦, 她们失去了自由, 如同被囚禁的鸟, 身心都饱受折磨, 然而, 她们仍需竭尽所能地侍奉皇族, 以期望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生存下去, 她们的处境十分艰难, 每一天都充满了挑战和压力, 尽管如此, 她们仍然努力维持着生活的希望和勇气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